这个就是世界上现在最最流行的 一种营销方法 叫长期营销 给你们看一个世界上很漂亮的案例 这案例是叫奶昔 这个案例就是世界上第一名的战略大师 连续三年拍第一名克里斯坦森 他发明一个理论叫颠覆式创新 所以中国很多机构 像雷军 周鸿一 很多人都是用这个理论 来实践他们商业模式的 那么我们今天讲是说 他帮一个客户 这个奶昔生意不是很好 他请克里斯坦森的团队去看一下 那么当时老板就说 哎呀我们生意要好 要不要奶昔更加浓一点 巧克力在上面多放一点 要不要打打折做做广告 要不要再加点量 他这个上面都做了 但是呢 销售并没有明显的提高利润 这个逻辑最大的错误 就是没做问题接定 知道吗 就是这些问题 他直接给到 How怎么去改进 但这些问题呢 实际上不是问题 是他的假设 他把假设当成决策做了 他没有求证 他以为生意不好 就是奶昔应该浓一点 这个逻辑是错的 这个逻辑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他背后是没有事实跟依据的 所以他一开始出方法的 一般都是错的 就我们说 问题接定的六个提问里面 第一个提问 现在发生了什么 你要解决什么问题 对吧 那么你要解决什么问题 是不是要看事实 除了看事实数据 还要看什么 你要研究他的行为消费标准 你要研究这些 那怎么研究这些呢 所以呢 他就是做的方法呢 蹲点 观察 眼睛看行为 看行为标准 那么刚才几个标准 他怎么看的呢 比如说他发现了 哦 原来这个里面买的人 绝大部分的人 都是找上来的 你财务标准里面不会有这个数据 你明白吗 第二呢 他发现什么 这些人哦 不会买其他乱七八的东西 往往这个人就买一杯哪些走人 还有一种人 都不是糖吃的 都是打包走的 接下来都是要开 两三个小时的赶路的开车的人 这是最多这种人 就是这种人 那么还有一种人呢 不是早上来的 还有一种人就是 比如说 爸妈和周末的 知识那些人啊 都是父母带着孩子来的 通过这个行为标准 怎么做用画像 接下来怎么做啊 因为他要开车呢 他真正要解决什么痛点呢 第一开车很无聊的是吗 可能就睡着了是吗 他需要像抽烟一样 让自己醒醒对不对 那这个奶昔有这个功能 就让你经常说一口对不对 第二个是什么呢 一只手处理很干净 假设你要吃巧克力 剥香蕉皮 吃苹果就很麻烦 他一只手就很方便嘛 不影响安全嘛 第三个是什么 开两三个小时会不会饿 万一没吃饭 他要买一个什么 顶饱的是不是 这三种特点 所以不是打折 不是出销 不是加巧克力 而是什么 让你更加不饿 加大量 让这个奶昔变得更什么 变得更丑 更浓 所以你们学会了什么 以后不要 违背客户的需求和痛点 自己很嗨的 还没搞清楚 是什么跟外什么 嘴说流程嘛 马上就自己很嗨的 就觉得 我应该怎么去做 产品调整 应该打折 应该广告 应该是加点巧克力 不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世界上现在 最最流行的 一种营销方法 叫长景营销